内地疫情反复,不少民众出行都要做核酸检测 而其中在近日多次出现疫情的哈尔滨 一对夫妇就自行开次检测站 并开出偽造的检测报告 最终被公安拘捕 张维冲报道 就是这两张核酸检测报告 很多人都未必可以分辨真假 甚至会以为左边彩色那张才是真的 但其实彩色那张才是偽造 哈尔滨近期疫情反复 当地要求,所有人离开哈尔滨的时候 都要出示48小时内阴性证明 当地一对夫妇看准商机 自行开设核酸检测采养站 并开出检测报告 他俩都不是正规的核酸采集员 没有专业的资质 然后他通过修改 把个人信息、身份证号、手机号一修改 然后这个就变成想要核酸报告 被采集员的报告 现在内地核酸检测收费平均60元左右 但他们的C型检测站收费就要贵得多 因为他们声称可以快速取得阴性报告 所以前来检测的多数是学生、商务人士等 急着要核酸报告的人 因为他们也害怕会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采集的手段不是很规范 就是非法采集 但是他们也要把这个采集样本 真正送到实验室 这对夫妇一共非法采集 核酸样本超过100份 非法盈利近万元 目前已经被当地公安拘捕 有线电视记者张维聪报道 有线电视记者张维聪报道 有线电视记者张维聪报道